流浪地球成为春节当黑马,上映六天,票法已突破16亿,猫眼预计票法53亿,但从目前来看似乎不太可能,因为流浪地球火了,看到白的人也多了。 流浪地球还在上映,有网友发出自己朋友圈,有人特意发朋友圈,学院要说,电影院就在家门口,但他选择下载盗版在家里看。 一时间,网友议论纷纷,知识产权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,可就是有人选择去看免费的盗版视频。 中国的版权的意识一直很淡薄,这和有没有钱看正版无关,而是一种是不关系高高挂起的心态。 没有去看正版看了盗版,这等于是小偷啊,下载盗版资源违法啊,传播盗版资源是道德败坏。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,是因为穷所以看盗版,但小编认为,不管是流浪地球还是其他的电影,还在上映期间,电影院就在家附近,任何理由都不是下载盗版的理由。 敢看盗版电影,还发朋友圈是越洋,太过分了。 有网友说,2019了,看盗版电影真的很丢人,要么电影院要么视频乱见,专门跑去下载盗版,丢人。 而且像流浪地球这种特效科幻片,真的不适合看到版,真的好电影出来了,不去贡献票房,国产电影也如何可以崛起呢? 流浪地球,猫也预计票房53亿,输过成功,但对国产科幻片的发展,无疑是巨大的推动力。 但如果刀版肆虐,无疑会侵犯投资方的利益,最终还是侵犯中国电影和人民的利益。 不过,小编开个脑洞,也许那位朋友,只是为了炫耀他家的家庭影院。 对于看到版视频,你怎么看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